好 最后把握一点时间 我们来点点名一下 我看到陈冠宇说 慧荣 慧荣加油加油点我点我 但我的朋友好多个陈冠宇 你是哪个陈冠宇 是我朋友吗 还是其他人呢 好啦 那新闻的最后呢 带各位来看看美景咯 到底在哪里呢 在屏东咯 好的 主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那么这是在屏东五魁桥防坡堤旁边 那么有整排的枫梨木 上面的黄花不断的绽放 十分娇艳 那么也吸引许多的游客 在二二拔廉价前来欣赏这样的美景 来听听看游客访问 哇 真漂亮啊 它就很柔的 很细致 很薄啊 全会吹坦可破啊 刚好这季节应该是 这个花在开这样 蛮舒服啦 颜色看起来蛮柔和的 蛮漂亮的 可以看到黄花丰里木大爆发 那么许多外线式的游客都驱车前来 那么大家几乎都是看到 网路上有人拍照打卡 因此慕名而来 那么许多游客可以看到 他们现场是散步在这个绽放的 黄花丰里木底下 真的是十分的悠闲 也十分的惬意 而其实黄花丰里木会绽放呢 大约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那么就有专家认为 雨水不足加上寒流催落 黄花丰里木的树叶 所以黄花丰里木努力开花 因此造就这样的美景 那么也吸引许多游客 前来拍照上网分享 那么以上是在屏东最新情形时间交换棚那一集